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編牛 今天要帶來的攻略介紹是12章 那12章比起以往的攻略來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型態 因為它是屬於需要大量的對空 然後也新裝了一個新的滯空拳的系統 所以在整個教學的過程會蠻複雜的 所以篇幅還蠻長的 那如果你有耐心看完的話 我相信是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往下看吧 好 今天要講12章的攻略 12章的攻略大概分了這幾個來講 首先是必須要有高防空性能的需求 再來是新增加的滯空拳的優勢 然後一些我們道中打王的一些核心裝備的推薦 然後一些關卡上面的一些攻略小細節 以及未來13章你要怎麼去應對提早做規劃 好 首先是高性能防空的需求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次的12章 它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飛機 道中會出現很多飛機 所以你必須要有高性能的防空圈來應對這個飛機 飛機血量很厚 其實一發是打不下來的 所以我們期望它這個防空圈能夠做兩次的激發 雖然說不能完全殺死 那自律的情況也有可能會漏掉 那主要是能夠大量減少這群飛機的血量 那撞後排的神風傷害 就渴望可以稍微減輕一點壓力了 好 那該怎麼樣去挑選我們適合的對空武器呢 首先當然是前衛的部分 防空砲是一定必須的 有分前衛跟後主力 那主力通常是裝設科研跟薄伏斯 因為他們有比較快的攻速 因為後面的主力 其實裝填都普遍不快 那科研這個給戰艦裝有增加命中率是非常好的一個對空跑 那前衛通常裝填都比較快 其實可以適用這個大範圍 射程比較高的 然後單發傷害比較高的 這樣子可以保證我們有足夠的射程 就是防空圈能夠很大 然後也不會壓抑到我們的攻速 所以我們可以調整到 防空圈裡面至少擊發兩次以上的輸出 這聽起來看似很複雜 因為我們之前可能有講過 就是整個防空圈的對空範圍 是所有你有裝對空砲的人的範圍平均 那攻速也是你有裝對空砲的射數平均乘1.22加0.64秒 所以我們大概抓 就是前後加起來 因為你裝備上去可以看到你的攻速 那抓起來大概1秒多 就差不多 平均起來1秒多就好 不用太驚喜 那你就可以期望他可以打兩次以上的一個傷害了 好的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防空的裝備就是我們的戰鬥機 當然這個海貓是綜合對空還有對海能力都是非常好的 那裂鋒呢是在我們紅藍的履地可以撈得到 他起飛很快 那也有不錯的一個對空的輸出 適合輔助用 像是有你控補血或者是光輝這一類的 那這個德國戰鬥機呢 他純粹只有對空能力 也就是他的對空能力相當的高 可是他沒有對海能力 可是他的攻速也很快 其實也是蠻適合獨角跟光輝用的 剩下這個海毒牙啊 算是 綜合平均算是最普通的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飛機的話 那不妨拿他起來用 所以 戰鬥機也是我們 作為對空能力的一個手段 剩下的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概推薦你有哪些人物 可以適合去攻略12章 當然3D5改 如果你有3D5改 那恭喜你 你已經跨入成功的一半了 那剩下就是克蝶級的 蒙比 然後克蝶跟這個 欸哥倫比亞 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背法也可以 中巡的話當然是波特改 小明還有 這個歐根 這個作為坦都還算不錯用 那如果你打到安海之後 想要自律低油的話的話 武斯林絕對是你的首選 還有黎安達也是 三維對空能力都不錯的 美國劍的炮 炮劍其實對空能力都普遍都不錯 還有海馬海倫納這些都可以 那之前也有一個 這個天狼星 他還是純粹對空的角色 最後唯一 驅逐能上的大概只剩下雪風了 因為驅逐普遍的對空能力都不好 所以唯一 在飛機海還能存活下來的 大概只剩下雪風了吧 那後排選擇 就是以美國戰艦為主 或是皇家戰艦為主 這些他們基本的 防空能力都不錯 那重英的 後排其實普遍 防空能力都很弱 所以我不太建議說 你在危險海域 或是剛推關卡的時候 去使用重英艦隊 不過在安海之後 他們的火力是絕對 可以讓你打很快 不過在你在剛推關卡的時候 最好還是使用 美國跟皇家的 戰艦作為你的後排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第二個 爭奪制空拳的優勢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也是這一期 新加入的 也是上次大概三月的一個更新 增加了一個新的系統 那它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假如是我方的航母單位 航空單位 他們的戰鬥機 魚雷機 轟炸機 還有水上機 也是水蒸機 他們都會增加一個叫做 制空值的概念 所以派遣航母 可以有效增加我們的制空值 那制空值會帶來不同的效益 每個關卡有每個關卡的制空值 那我方的艦隊 防空值可以去壓制對方的制空能力 因為兩邊都有制空 那就是要比誰大誰小 那只要我方的制空值能夠大於敵方 那我們就是有制空的優勢 那制空的優勢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如果制空權是確保的狀態 我們會有額外的航空傷害 還有命中值增加 還有敵方的航空減傷 還有減少埋伏率 這在剛開始推關卡的時候非常的好用 因為你還沒有安全海域之前 你其實沒有太多的減傷 那你只要有確保制空權之後 你一開始在危險海域的時候 就已經有航空減傷 而且還有額外的航空傷害 最起碼你要就是湊到有優勢 這樣在推圖的過程中比較easy 打王也不會那麼的痛 那後面的軍事烈士甚至上司 老實講就是根本很難打 除非你等級要很高 這個在還沒有實裝以前 就是傳統之前我們在打12章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沒有減傷的過程去打 所以非常的痛苦 等級要求非常的高 可是這一次加入這個滯空權之後 其實你只要帶幾隻航母出去 你就可以擁有很好的減傷 很好的傷害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一次這個系統 其實對12章來說是一大福音 那滯空權怎麼算 這邊大概列了幾個 首先是光輝 光輝它的滯空值可以給予很高 這個是整個傳的120之後 然後滿突滿愛 然後強化全滿 帶滿那個飛機 還有金的易壓 算出來的一個滯空值 當然戰鬥機加權值是會比較多 所以光輝半人堡它們都是兩個 兩座的戰鬥機 所以它們滯空值很高 大概是美國的航母 它們給的滯空值也都不錯高 甚至沙拉多卡還有蒼龍 這兩個改之後 它們滯空值都普遍很高 剩下的吃喝其實給的不是很多 不過也還是可以帶 這些角色你帶出去可以給你不錯的滯空權 那搶奪到滯空權之後我們就有額外的一個減傷 這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如何去搶到滯空權的確保優勢 是我們面對12章編隊的時候是滿重要的一環 那前面也有講到我們需要有前排高性能的防空 那我們高性能防空可以壓制對方的滯空能力 那我們也帶了航母出去可以增加滯空權 來獲得減傷跟增傷 所以12章的重點配置就會是配在航母還有前排這兩個重點上面 好的 再來第三點 就來看一下我們大概道中跟打王 哪些核心裝備的推薦 好首先 當然以戰艦來說 命中還有SG雷達是必備的 那它的對空武器呢 就是科研跟博斧斯這個攻速塊 比較不會拖累防空傷害的攻速 再來後面你也可以給它裝這個對空雷達 有金的當然是不錯啦 那普遍其實用這個對空雷達加6以上加6加7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單戰艦的後排的話 那你的旗艦至少還是要帶一個滅火器 因為道中的三星大型主力還是有戰艦會跨射 這點目標要小心 那航母裝備比較簡單 就是精益啊 然後如果是UNICON或是光輝的話 可以帶一個信標增加它的裝填速度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藍料呢 其實如果你有攜帶魚雷 魚雷機 也就是我們的流星 它的魚雷機可以讓它的魚雷 重陰魚雷 更靠近你要打的目標 因為它的航速夠快 所以它頭彈點會比較靠近敵人 所以命中率我覺得是有比較提高的 這個在打王的時候非常的好用 那再來前衛的裝備 前衛基本上有對空技能的話 最好是給它上這個金色的對空雷達 像是克蝶他們都有對空的技能 那剩下的如果沒有的話 這當然是選紫色的就很好用 那還有我們之前講過的 前衛的對空設備 大概就是這些以範圍跟傷害為主的武器 那其實搭配起來 只要秒數不要超過 平均秒數不要拖太多 但一秒上下就是很好用 剩下道中的輔助還是老樣子 尤尼控補血嘛 再來就是後面的工作件 那12張最好最好的 還是我們的名詞 它可以減輕很多的防空壓力 因為它自己就是帶了4座對空武器 它帶4座對空武器 可以額外再攜帶一個對空雷達的話 它真的是整個對空的神角 又會補血 還可以多一彈 讓你可以多打第六戰 還是一樣啦 整個推關的過程 還是避免大型的航母 還有大型的阻力 盡量能夠避免是好事 那接下來 一樣 如果是打我們的驅逐 還有輕甲 這類的 當然使用榴彈炮 會是比較好的輸出 前面講的這個金高瓶 還有這個C10406 這些都是打輕甲 流彈 比較好用的 那如果是說要打我們的重巡 像鳥海它們 它們是屬於中甲類的 就是用側甲彈 可能會比較好 當然你有重巡 脖子藍的時候 最好是使用這個側甲彈 那有魚雷的話 是最好 因為其實打中甲 魚雷是100%的傷害 大概 整個 倒中還有打王的 核心裝備 大概就這些了 其他的 就剩下你一些細節的 打法 該怎麼去躲 該怎麼去做有效的輸出 這個是我們下面 會去給你介紹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倒中的配置 那首先倒中 最好等平均等級 110會是比較好推的 那這邊的配備 很簡單 都是一些對空的裝備 然後前排 是我講的 對空的裝備 然後後排也是一樣 加命中 對空 主要是撐對空 可以有效的獲得減傷 再來小家家 它有火力支援 也有航空的傷害 其實小家家在倒中 是很好的發揮 那驗戰就是 純粹的火力 可以支援 這剛 在打 十二之四 其實都還蠻穩的 六船全上 那打到安全海律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 去減少你的 成員 來做第一號的 好 那打王部的部分 我選了兩隻 強力的航母 然後 胡德 還有3D5 對空 海媽增傷 還有我們坦克 波特改 那配裝的方式呢 其實 也是大同小異 主要是走生存路線 大部分的王 他們都帶有魚雷 所以 給他用擋雷板 是比較好的選擇 我有在 十二之三 飛鷹捲鷹的時候 需要大量的對空 大量的航空減傷 所以你可以把 擋雷板換成 對空雷達 會比較好生存 那 那 鳥海他們其實 大部分的時間 都會用流星 來做輸出 然後配合這個 增加航數的 有效命中 目標 那 打驅逐的時候 可以把流星換成 縮魚 因為 驅逐跑很快 縮魚才比較好命中 那 胡德 基本上 都是一樣的 410 然後命中 雷達 從頭到尾 打王 一系列都是這樣子 那 打王的等級 最好也是110以上 150是最穩定 可以自律的 沒問題 那 有了12隊這樣的配置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12知識 滯空推獎 我們剛好可以滿足 這個滯空值 那進去之後 一些換算 我們可以達到了 滯空確保 那滯空確保 我們就有 額外的航空增傷 航空減傷 還有命中值的提升 所以在攻略的時候 是非常的 得性應手 所以務必 這個隊伍其實還蠻好用的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推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各關卡的一些小細節 前面介紹的道中隊 在打12知識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其實血量 還算是非常的健康 基本上可以全清了 所以不用擔心說 道中是打不過 其實道中是蠻輕鬆的 剩下就是打王的一些細節 這邊打王呢 我們是採取了負重 來增加前排的迴避率 來增加前排的迴避率 這邊其實就是專心躲彈幕 那有彈幕出來的就是拿飛機出來消 基本上也不用太擔心後排會被飛機連爆 只要專心保護好前排 持續輸出 應該就是可以通關了 以後 有些人的技術 在接著 全部都要進行 才能進行 從中的一開始 是 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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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十二之三有一個機關槍的飛機 那個打人很痛 那個要怎麼躲呢 除了你用航空來消彈幕之外 再來就是你整個前衛部隊往前壓 往中線壓 這樣子他就會瞄準不到你 鏡頭就直接往後飛過去了 你可以減少很多的不必要的傷害 打飛衣盾的時候最好是切換成輪迴 來增加防空減傷還有對空傷害 高選手選手 命を燃やせ 用的描機點 除了這就是有機器 這可以分析於操造,無雙的援著 解決說我們是有任何法律 你看我活動吗 我活动吗 我活动吗 我活动 我活动 十二之二比較單純,有飛機消彈幕主要是魚雷,魚雷最好是把他消掉 其他的時候就是盡量去做輸出,採複中,增加潛艦的迴避率 就趕 abstract,用更強硬化的ボンド人,用更強硬化的 EveOnson 同樣的脆弱化的雪在一起搖給工程 守移動的地區就打算了 シューマン的地位在力 ran温度 暖かい空氣和風存在那的地位置 空白症的地位置 白症的地位置 空白症的地位置 這邊十二之一也演示了在危險海域道中對實體血量是健康的 再來危險海域打王的時候切換負重增加減排迴避率 有彈幕、魚雷一樣用航母消掉 其實都還蠻輕鬆可以打過的 對手性的射擊阻止後殺死我 對手性的射擊 有彈幕 有彈述的射擊 有彈述的射擊 這位是否有一個最低效果 在此上的射擊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攻略 指揮官 教你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攻略 我會不會有任何人的攻略 最後我們要講一下未來的下一張規劃 就是你如果想要打13張的話 你需要做些什麼努力 你需要做些什麼努力 當然我們這邊 這次的攻略我們看到了 整個航母在12張表現 其實是可圈可點 那接下來 13張也是一樣的 他們也是需要大量的 滯空權來獲得減傷 因為飛機更多 血量更多 所以你有 大量的滯空權可以增加你的 減傷還有傷害 當然 首選光輝跟半人馬 是穩定可以提供大量的滯空權 而且在 打王 打飛機 輸出上面 其實都有不錯的 效果 那寶牌嘛 增加輸出 這兩個其實是很好用的 但是屬於美國的 航母 這幾個都是不錯的傷害來源 尤其是 企業 艾塞克斯 這兩個其實 擺在一起 傷害是很厲害的 剩下 道中的選擇 我覺得 這兩個 雙龍改造之後 擁有很高量的 防空素質 所以 用來扛飛機傷害是不錯的 還有 大鳳 大鳳 作為裝甲空母 他其實技能有20%的 額外 航空減傷 這讓他自己的血量也很多 那他的技能 其實也是不錯的對海輸出 所以在道中 他也算是一個蠻優秀的 一個飛機 那其他 吃喝 或是 武航 之類的 可能 在安全海域 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其他真的是 輸美國 輸很多 所以 如果你現在有這些角色的話 你可以先 把它給練起來了 因為如果要打13張的話 保守估計你的角色等級至少要115以上 才夠安全 這是手動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自律的話 或許可能要120了 好 那前排的核心 不怪物就是3D5 3D5跟驗戰改 這兩個其實 在13張 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 這3D5是 防空的第一把交椅 那傷害 跟扛航空傷害的 能選 那面戰絕對是最好的 剩下的 一般就是 我們之前 12張打的一個 前排核心 那後排 一樣 皇家的人 都很好用 尤其是 君主 君主的 運氣好的話 他的跨射 可以出來的話 彈幕可以出來的話 其實打王很快 那有時候彈幕 就是不會發 那可能 打王的話會有點難過 那相對而言 這個驗戰不會 不會說 不發彈幕 他的技能就是 每秒就是會觸發的 然後基本的火力 也是很穩定的 準度命中率也都很高 所以我是比較推薦 優先選 驗戰會大於君主 比較多 那剩下就是你可以用 飛機來做 額外的傷害了 那除了這些正規 的成員之外呢 剩下的 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潛水艇的 預程 因為潛水艇 你的水面部隊 都達到120 六艘船都全上了 你還是很難打 你必須要用到 潛水艇 這個水面下的部隊 去做額外的傷害 尤其在推關卡的時候 維捷海域 說實在 就算全滿配 他的傷害 其實也還是差那一點點 有時候我打王 可能 差那幾秒 可能不差那幾秒 可能差那幾十秒 所以 如果你有額外的 潛水艇 支援的話 幫你推關 還有幫你推王 大概可以減去 三分之一的難度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用 有用潛水艇 那這些潛水艇 是現在 算是榜上有名的 輸出也都不錯的 那你可能要準備的道具 就是一個電池 因為他可以增加他的狩獵範圍 所以有機會可以框到王 在打王的時候 幫助你做輸出 然後進氣管 大概兩個到三個 至少要兩個 因為你可能要帶三個出去 那有人帶電池的話 那就兩個再帶進氣管 那輸出方面就是 採棒 這個 也是兩到三個 那為什麼要進氣管 進氣管比採棒更重要 因為 如果你可以在水底下 錢的夠久 那表示你可以多打一輪的魚雷 那可能這個效益 就比你多帶一個 那個 採棒 還是有意義多了 那 魚雷的部分 首選這個 G71的 這個是會追人的 雌性魚雷 再來就是 954 最差最差的 大概就是Mk16了吧 這個東西其實大部分 都是在 那個 反潛關卡去撈的 那如果 你現在看到了 要準備 應該 還來得及 就每天 固定去打 反潛關卡吧 因為 潛隊艇也不是一招一招可以練成的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丟在 後載 慢慢吸經驗 慢慢吸經驗 所以 你現在 要準備13張 開始 就可以把潛隊艇丟進去了 然後 核心的部分 也可以慢慢去 累積兌換 這個是我覺得 在打13張 蠻不錯的一個 輸出方式 當然也有人 不靠潛隊艇也能過關 不過 那個 手動操作的部分 就會比較 持走 那如果 想要簡單一點 有潛隊艇還是比較好的 好啦 以上 是今天這個 12張 還有未來13張 你該注意的 一些 細節 希望能夠幫助你 祝你攻略愉快啦 可以 你 by bwd6 by bwd6 by bwd6